早前王志民不想 拍攝戚奇異執導的 內地古裝電視劇 不經不覺已經去了三個月 現在Mandy已經回到香港 不過她並沒有休息 而是立即回歸隱瞞劇組繼續拍攝 接下來的日子 就要幫隱瞞 繼續完成預下的拍攝 沒錯 又從古裝人變回現代人 挺有趣的 因為本來由我們拍隱瞞 又要去到內地拍隱瞞 因為它是古裝戲 所以自己的頭髮也會變來變去 所以現在又要拍攝剩餘的部分 所以自己也要立即轉向現代表現 其實之前是否也有點趕 因為那時也過分了一點 是的 因為剛好知道要回內地拍這部劇 心理上也要做多準備 但因為實在是日以繼夜的氣氛 這邊又剛好有疫情 所以在拍攝的檔期上也有點延遲了 所以將最後的剩餘的氣氛 只能夠放在完成那邊內地的劇 才可以回來拍攝 是 Mandy透露她在內地拍攝期間 生活非常有規律 還會花時間去跳舞鍛煉身體 現在回來就覺得節奏變快了很多 因為可能在上面 我想隔離一個月 還有因為那邊在內地的生活 是規律的 好像回到一個很… 每天工作 看劇本 念對白 然後回到訪日休息 做運動 跳舞 好像比較規律的生活 回到香港 始終不知 一回到香港的感覺 好像又會 人又回到一個很急速 一個一個很… 那個狀態 好像很急速 不知為何忙些甚麼 但總是沒有很多事情做 那個狀態 還有可能因為古裝說話又慢一點 所以就說由一個古裝人 很慢的 又回到一個… 因為我們隱瞞這套 其實都是處於一個很高壓 情緒很波動的一個狀態 所以是真的很不同 剛才聽你說 一直都很規律 在內地那邊都會跳一跳舞 因為就是每天都是 開工 下班 看劇本 我覺得是真的需要一些 me time的時間 做一些自己平時 香港都會喜歡做的事 就是來跳舞 Sean就會跑步 我經常都是在健身房 撞到他 所以大家都會在這些閒餘的時間 做一些自己… 就是給自己的時間 這次回到內地拍攝 Mandy都有跟不同優秀的演員合作 除了一起工作 私底下感情都非常好 還會經常約一起吃東西 在內地拍攝的時候 這次好嗎 其實開心的 因為Sean也在那邊 其實我們整個拍攝的團隊 七旗耳 亦都有一些香港的組織 但主要是可以跟內地 和台灣演員合作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而在鏡外 大家又真的會交流一下 旁邊的時候 會做些甚麼 大家有多苦悶 亦都會我們出去吃飯 聊聊天 交流一下幾個地方 大家的文化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套劇好像有Lo加 羅加拿 有楊潤華 多不多對手 或者合作的如鵝 也有的 又有秦男 幾位都會有 其實女性居多 是的 我想我們說得最多 可能真的會說一下怎樣養生 是啊 是啊 我真的猜不到 已經到了這個境界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離鄉別井了 去到其他地方拍劇的時候 反而更多時間去想 工作以外應該怎樣去 保養一下自己的皮膚 還有平時吃甚麼 他又會推介一下 例如台灣 或者他自己的 keep fit 的心得